九十一 星島日報 任天堂社長膽管癌病勢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3全球之名電子遊戲機公司任天堂的社長 即行政總裁 癌田聰 上週六因膽管癌病勢勢 中年55歲 有天才情色設計師之稱的癌田聰 於2002年開始出任社長 領導任天堂十三年 打過多場漂亮的仗 在競爭激烈的遊戲機市場內一度跑贏對手 他的離去對任天堂來說是一大損失 癌田聰去年被診斷出膽管患有腫瘤 一度請病假 動手術把腫瘤撤除 他休養了一段時間後復職 但之後癌病復發 終於不敵癌摩 上週六在京都市一所醫院內去世 帶動公司大躍進癌田聰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資訊工學系 入職任天堂旗下電子遊戲開發商在研究所 因重鎮公司有工 獲視任社長山內譜賞識 轉往任天堂任職 他於2000年才加盟任天堂 擔任企業策劃部主管 兩年後便接替退休的山內譜 出任社長 創下任天堂成立以來 首位飛山內家族成員任社長先例 岩田接任社長後銳意革新 陸續推出 Gameplay Advance SP等多款機種 並首到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開設零售中心 銷售遊戲機 遊戲等商品 帶動公司營利大躍進 繼紅的一時的紅白機後再創事業高峰 也讓任天堂發展成全球性的大企業 2009年 任天堂業績增長兩倍以上 營業額達到18000億日元 約1130億港元 獲利達5500億日元 約346億港元 當時會大售七超過一億部 是全球最暢銷的遊戲機 2012年11月 岩田成勝追擊再推會大漁 但此時遊戲市場百家爭鳴 受到微軟的 Xbox 與 Sony 的 PlayStation 夾擊 面臨新的競爭 改變方針開發手遊市場好景不常 及後任天堂更受到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衝擊 業績連續六年走下波 去年 岩田聰主動把自己其中數月的薪酬減半 與公司共渡時間 數月前 岩田聰宣布改變公司的經營方針 不再死守電子遊戲主機的業務 今年3月 任天堂收購東京流動電話遊戲公司Dinner 開始發展手機遊戲程式 計劃把超級馬里奧等經典人密 引入手遊市場 但新計劃尚未完成 據了岩田聰宇與世長詞 綜合報導 請求視聚集團 消息 請求視聚集團 請求視聚集團 請求視聚集團